这期给大家分享一下,我是怎么觉醒悟导的,如果你想过一个更好的人生,我的这段心路历程,应该会对你有所帮助,我能觉醒悟导还要感谢三年疫情,如果不是疫情, 我可能还要在无名业障中,继续迷失自我,遭受煎熬,疫情这几年,我没有在恐惧匮乏的支配下去工作,在家里有大量的时间,回顾我过往的人生,有大量的时间去看书,在疫情里的某一刻, 我回顾我的人生,茫然觉得很可悲,从各个角度看,都觉得很可悲,从我的原生家庭也好,从我自己的感情也好,从我内心精神智慧道德品格也好,从我的事业也好,几乎我生命里的每一个部分,都让我觉得很不快乐, 感觉过往的一切全错了,由于口罩管控也出不了门,所以我整个人很抑郁,很低落,很悲观,能量状态下坠到了极点, 冥冥之中,我想找一个更快乐,更自由,更丰盛地活着的大案,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,我将踏入一段全新的生命旅程, 我记得呢,那个触发的起点,是我看一个节目中,教授讲的五百年来,王阳明,他讲到王阳明农场误导,我觉得我也应该误导,但是对王阳明先生农场误导,到底误导了什么? 我当时是一知半解的,因为我被世俗习气浸染得太久了,被无名夜里障碍舒服得太深了,很难理解王阳明误导之后,为什么那么高兴? 于是我就寻找着这个点去寻找,他误导我也想误导,他农场误导,我能不能疫情误导呢?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场,疫情,真的是我生命中最关键的桥段和剧本,我抓住了,没有浪费掉他带来的礼物,我每天大量地看书, 尤其是如是道110阳明心学,通过抄写提问,思考领悟,复盘写写,图图画画,我几乎记满了20个笔记本,那在这种窒息一处的心流状态里, 某一刻我突然像打通的人都二脉一样,一下子彻底通透了,连续一周的伐喜状态, 现在想想呢?我应该属于贱物带来的顿悟吧?我发现儒家教导人们追求的明德,佛家教导人们追求的佛信,道家教导人们追求的元神, 杨明先生教导人们追求的良知,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,都是让人们在一条智慧更高位,能量更强大,生命更丰盛的轨道上活着, 而不是我们大多数凡夫现在这样,被社会讲法制度,大众集体观念,小我恶意习气组成的严密大网之下, 行尸走肉,提前木偶般的活着,我发现,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, 每个人的世界,都是自己念头创造出来的,无论是好命还是厄运,我还发现,意识界要比物质界强大太多了, 客观唯心主义可能是更接近真理的,我发现每个人,都是被自己命运剧本和残留业力,操纵的提前木偶, 毫无自主性可言,我还发现,每个人的头脑根本没有思考能力, 全是生存和繁衍的基因本能,所植入的预设观念,不断地选择投射和强化, 我还发现,钱根本不是靠苦哈哈的追逐赚来的, 它是自然利益跟你的内在自动匹配的,我发现人只能看见自己, 相信的只能显化自己已经拥有的,只能得到自己给出去的, 我还发现,很多疾病的原因,都是因为跟灵魂失去链接而导致的, 我发现,看不见的内在和外在能量,真的决定一个人的吉凶祸福, 腰手跪剑,我发现原来真实的世界,真实的人体,真实的命运,真实的生命, 是如此这般运作的呀,当当当当当, 我把命运的底层逻辑,显化的底层逻辑,身体的底层逻辑,财富的底层逻辑,关系的底层逻辑, 全部打通并串联了起来,我觉得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财富, 千金不换,那我用我悟到的东西,却在现实生活中验证, 效果非常明显,我的生命状态彻底改变提升了, 我迅速做到了年入千万,我和家人也再也没有了争吵和矛盾, 我再也没有了精神内耗抑郁焦虑了, 我的生活中再也没有出现厄运,因为我知道全部的底层逻辑和操作密码, 我的内心里有无比坚定的笃定感,我的生命中呢, 只剩下了清静喜悦,自由奇迹,富足感恩,慈悲奉献和服务, 我以前一直在树的层面苦苦打转,我研究管理,研究金融研究, 互联网研究营销,研究商业模式,研究创业,觉醒开悟之后呢, 我终于明白了,这些呀,都属于动作极层面的树, 树呢,解决不了人生根本问题, 树只能解决百分之十的问题,百分之九十的人生问题, 要靠规律极层面的道来解决,人只有看清真相,分清真实和虚妄, 领悟天地大道,顺道而行,深入内心, 链接灵魂,活出本真状态, 找到天赋使命,才能发挥出权, 不得潜能,活出自由丰盛的生命奇迹, 才能无愧于来地球这一世的宝贵光阴, 我是一个比较果决的人, 我毅然决然地,把我以前奋斗了十多年的公司和事业, 全部放弃了, 我的家人和朋友很不理解, 很惊讶,也很担心我, 但是我知道什么是对的, 我知道无论我怎么选择, 我都会成功, 我知道我要找回真正的自己, 活出生命的本真状态, 我知道往后余生, 我要在愿力和使命的指引下去做事, 朋友们, 这就是我觉醒悟道的经历, 你也醒来吧, 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丰盛,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吧, 我们下期再见。